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忌日 数百名民众自发前往赵紫阳在北京的故居进行祭奠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岛正 这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也先后在赵紫阳的书房居功致一 不过像知名维权人士胡佳这样的异议人士还是被软禁在家 不许他们前去参加这一纪念活动 赵紫阳由于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运动而遭到中共当局的霸离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发表了一篇社评 题目是对一些人和事官方沉默也是态度 该社评称中国官方2005年以后像那之前的很长时间一样 一直避免谈论赵 这种沉默通常也被认为是一种态度 目前中共当局在对赵紫阳的宣传口径方面显示出混乱的局面 例如在新浪微博输入赵紫阳的名字无法搜索到任何结果 而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网站却可以搜索到赵紫阳的条目 不过在这个条目里面只收藏了一张赵紫阳的照片 在去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 华国锋、胡耀邦等敏感人物多次亮相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该剧第39集播放到中共第11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情景时 主席台上短暂地出现了一位既没有标出姓名身份 也没有台词的人物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能认出 此人就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 十年前赵紫阳去世时 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率子女给赵紫阳献了花圈 有鉴于此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颜家齐 在赵紫阳逝世十周年前夕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还抱有希望 希望习近平能够想到他的父亲母亲 想到他的母亲曾经在十年前的那一天那样坐了 要为赵紫阳翻案 可以说这是全中国人的呼声 这是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 没有对赵紫阳的重新评价 也包括对六四的重新评价 中国就没有正义 今年是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 中国官方已宣布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 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被认为是一条线上的人 因此对胡耀邦的纪念 引发人们对中共是否会重新评价赵紫阳的热议 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 支持习近平的网民小明初醒说 希望习总能大刀阔斧 公正客观地公布历史真相 不要维护贪官污吏 更不要为毛贼 不要为过去领导者的错误失误去遮掩和买单 网民加州鱼狼说 习大大绝不会沉默 他只是等待时机和当事人过世而已 环球时报希望不改变对赵紫阳的评价 只是一厢情愿 如果今年大力度纪念胡耀邦 那么习大大重新评价六四 为赵紫阳平反的日子就不会太远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 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则认为 中共官方后胡薄兆的根本原因在于 牵扯到对六四的重新评价 而六四镇压是维持一党天下的基石 动摇不得 政论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指出 霍耀邦下台是六四事件的原因 邓小平始料不及 赵紫阳下台是六四事件的结果 由邓小平一手铸成 如果当权者还没有准备好重平六四 还继续高举邓小平旗帜 那么就不能指望他们把重平赵紫阳 提上一时日程 赵紫阳的子女制作了一个卡片 来纪念父亲逝世十周年 他们选用根据赵紫阳的口述 整理出来的回忆录 改革历程一书中 最后一段话作为卡片的内容 我们就用它来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至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 这要看随着社会的开放 政治的开放 共产党同其他政治势力竞争的结果 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 一切都搞得很好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 但这不能靠宪法的规定 来垄断这个执政地位 而靠自己去竞争 我想这终究是世界潮流 是不能违背的 孙卓山先生说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 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 Google Plus和推特网页 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卫视记者江河海伦 华盛顿报道